简映电脑版的核心功能 语音识别字幕要收费了 你会付费还是准备放弃呢 现在官网的版本是5.9 这个版本的语音识别字幕还是免费的 但是从6.0开始 语音识别字幕这个功能算是VIP功能 这个VIP一年188块钱 我们作为用户该如何选择呢 首先我不推荐停留在5.9 因为这样做太憋屈了 我更不推荐使用破解版 因为这不是正道 既得不到功能更新 又得不到8个修复 而且还有可能有安全隐患 关键是名声还不好听 一年省这点钱至于吗 大不了不用剪映 找其他免费替代方案 剪映这个软件啊 就是赚钱的工具 我觉得它的用户 大部分应该都是个人自媒体 而且是没什么追求的 或者说不太要好的自媒体博主 因为稍微有点追求的博主 人家都去用达芬奇PR或者Final Cut Pro去了 这些都是专业的剪辑软件 另外达芬奇还是个免费的 剪映跟他们比起来那简单多了 但是很实用能快速出活 如果你是已经在盈利的个人自媒体 或者说对未来预期很乐观的个人自媒体 不会在乎这点钱 一年188不算什么 这帮人可能早就用上VIP了 但是如果一年赚不了188的个人自媒体 或者说一年没有信心能赚到100块钱的个人自媒体 我建议啊 别干了 找找更适合自己的活 用爱发电总得有个期限 毕竟连人的生命也是有保值期的 其实我有时候买东西也特别纠结 纠结并不是因为钱多钱少 我给各位举个例子 比如大家都说苹果笔记本电脑贵 MacBook Pro最便宜的也得1.5W 但如果这是你赚钱的工具 一个月两个月就能回本 你还会纠结吗 相机也是一样的道理 一万多的机身 一颗镜头就得小一万 又想要又舍不得买 如果你是靠相机干活的 5万也得买 因为两三个月就能赚回来 根本不用纠结 再比如一个企业的官方网站 玉米和主机每年都得续费 钱不多 一年就算1000块钱 是个企业都能拿得出来 但是最近这些年很多企业 都把企业官方网站给停了 像这些钱都不续费了 因为以前靠企业网站还能来点客户 最近这些年 企业网站都没用了 没有什么价值了 没价值的东西 花一分钱都多余 所以简映收费 就让它收费去 该上传的上传 不愿意上传的就下传 通过这188块钱 就能做到用户分流 准备买的 给自己做个规划 这188块钱 多少也算是成本 不能白瞎了 得好好干 看完这个视频 你还纠结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